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守护生命 也看到了身边所有人为需要帮助的同胞 送去医疗物资 生活急需 更看到了这些平凡的面孔 外卖小哥 小区保安 社区志愿者 年轻人集体 这些平凡的人他们都在做着不平凡的事 其实这不正是一部没有主角 但人人都是主角的民族力量大巨吗 是我们的导演 编剧 演员等伙伴们 将他们感动变成了光影的故事 用视觉的力量传递正能量 温暖千万人 我相信那一刻 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 谢谢 你好 你好 来 跟我们网友打个招呼 哈喽 各位晚上 我是王晴 来 拿一下这个麦 好好 那其实稍微近一点可能 因为我们的声音 其实刚才你是刚从舞台上下来 然后推了一部很重要的片子 然后觉得怎么样 觉得首先很开心 因为电影院开门了 今天也见到了很多前辈导演 就觉得大家又可以重回电影院看电影 然后今天也非常开心 非常荣幸来到这里 那今年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 今年惊喜就大家等着看吧 说了就比较惊喜了 这个真的是好简短的一段表达 那其实今天你是我们中国影视之夜 唯一受邀的20家的青年演员 感觉怎么样 就是感觉很开心 也非常荣幸嘛 然后呢 能够在这里去给大家推荐这样一部片子 我也非常觉得 就是跟大家一块去 欢呼就是电影院开门 这边一个契机 然后也见到了很多前辈 然后作为这个新片推荐人 又见到那么多前辈导演 有没有聊什么 就是大家很久不见了嘛 那其实导演也是之前 刚刚去之前也有合作了 所以说又见到 也觉得很亲切 那还有陆川导演应该也是 我还没见到陆导 哦 还没有 对 专业现在没见到陆导 哦 那他但是他今天有来 那希望你一会儿 一会儿有机会见到他 因为我知道你们也有合作 对 一会儿有机会见到陆导 会聊一聊什么 好 因为我知道小凯 其实这个时间特别的紧张 还有其他的工作 那么特别开心你来到我们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上海总站承办的 中国影视之夜 所以我们的这个新片推荐人 非常期待你之后的作品 谢谢 那跟我们网友 say个goodbye吧 嗯 goodbye 好 太太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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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谢谢 谢谢 嗯 好 请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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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